我来看到这个苏贞昌的车队 才今天早上9点10分 他就离开了总统官邸 然后呢回到了行政院去办公 然后接着呢赖清德的车队 也离开了总统官邸 然后接下来呢在早上的11点钟 苏奎呢就进到了总统府 跟总统两人单独的会谈 那时间续呢来看到12点半 苏贞昌的车队呢就回到了行政院 那本来啊 其实每个礼拜三中午 就是一个例行的会议 服务院党高层的午餐会议呢 但今天是没有召开的 好每个礼拜三早上的时候呢 固定就是苏贞昌会到 先到总统官邸去 那么去谈国事会议例行的 那接下来在11点钟 两人才会单独的会谈 这1000好像也是一个例行 但不晓得今天谈的内容 是有多深入 是不是呢就国政的内容在讨论呢 还是有谈到苏贞昌去留 接下来谁来接怎么接 然后呢怎么阻隔的问题 不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整个 党政人士是说了 苏贞昌今天呢 是将会跟蔡英文的周三 立会当中会提出辞呈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说 今天就是苏贞昌掰了 苏贞昌呢 他就是今天要提出辞呈的 但有人说是应该会在礼拜五 我们待会问一下来宾怎么看 那有党政人士说 在1月13号礼拜五呢 是应该会在立法院的预定 休会的当日 率领内阁总辞 今天两个人 总统还有苏贞昌 在府内谈了些什么呢 后来总统府呢 又回应了 说今天呢 蔡苏会议文的内容 有四大重点 一个呢 就选后多项的政策进行 检讨跟盘整 那第二呢 就是总统对于院长带领的行政团队表达肯定跟感谢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感谢呢 那第三就是最优先工作 是让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能够顺利的审查通过 然后第四个就是 内阁的调整 将会在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后来讨论 我要问一下朱凯翔 这个苏贞他到底是有没有要走啊 就是说今天讲那么多那大家就说他掰了 那看来看好就欲语还游 又好像还没有时候还没到 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苏贞昌应该是确定要会离开了 那时间点应该就在1月13号 因为这个会期就在1月13号结束 所以原本其实按照 按照宪政上面的这个体力也比较合适 因为行政院毕竟在这个会期 提了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到立法院去 立法院照理来说 他会在今年的1月13号 也就是过两天之后呢 这个会期结束 象征预算也即将审完了 审完之后呢 这个现阶段这个内阁 理论上来说就告一段落了 阶段新增完成 苏贞昌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总词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所以今天像总统表示说 会期结束我要请辞 这件事情是很合理的 到了会期结束那一天 就正式的提出总词公布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等啦 大家也不用着急 大概就再过这个几十个小时之后 这件事情就会揭晓 那到底为什么苏贞昌 从原本看起来没有要走 硬撑了一个多月 到现在突然要走了 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 蛮耐人寻味的 我觉得最终最终恐怕 很多人认为苏贞昌决定要发钱 要发钱这件事情是要绑定 是要绑定说他不想离职 可是其实我觉得反而发钱 这件事情有点像是苏贞昌 在最后关头撑不住的 这样子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怎么说呢 大家去回想一下 在去年12月31号 总统开了第二次的 国安高层会议之后 然后决定要决定 就是好像会中有讨论到 原本在之前放了风声 就是说好像要发钱给民众 所谓还税于民发现金给民众 结果没想到隔天在元旦的时候 他讲话的时候 竟然讲出了一个 所谓这个第四步 如果这个行有余力 又说什么钱要花在刀口上 看起来没有要发 所以其实原本大家都这样期待 到元旦的讲话之后 又变成另外一套 所以大家都很震惊 就震惊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1月1号 1月1号是礼拜 1月1号是礼拜天 然后1月2号继续补价 在礼拜一补价 结果1月3号发生一件什么事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 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 我早上 我早上在另外一场直播当中 我就是在那个假期中 我看不懂这一点 我看不懂这一点 应该是说在前一天 孙昌在脸书上面 就抢先公布 说他要发钱 说要发6000元 可是总统在最后一次 出来讲话的时候 就是说钱要花在刀口上 不发钱 于是我还记得 在1月3号开始恢复 1月3号开始恢复上班之后 我在第一个直播当中 我就非常纳闷 这太不符合 为人成子的为官之道 因为发钱这种事情 是一个好事 照理来说 这种就是应该要 恩出于上 恩典要来自于上位者 好不好 所以你怎么可能 在总统前面抢先 总统说不发 你跳出来要发 那全民当然会觉得说 发钱骑得马是件好事 那所以好人给你干了 蔡英文是 这个脸给你涂了 给你涂 被你弄得涂黑了是吗 所以这完全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这个围观之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而且何况是 你先讲了之后 总统下午在 下午才脸书上面写 所以到底会有 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总统在元旦 有一种说法 是总统在元旦 丢出这样的风向球之后 其实引起非常多 民众的反弹 民众的反弹 那所以怎么办 所以只好请苏贞昌出来 讲说没有啦 还要发 还要发啦 还是要发 今天讲完试完水温之后 果然大家都说要发 所以才让总统 再补上一篇脸书 说要发现金 但是当时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不合理啊 因为还是回到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讲法 这不是陈子的围观之道 苏贞昌不该这么做 更何况 苏贞昌才刚讲完 蔡英文马上跟上 这也不符合试水温 这样子的一个 你知道一个过程 所以呢 结果就在当天 我都还记得 我们在开玩笑说 我们不是都有某些记者 会有来自于 总统府的独家新闻吗 各式各样的洗地文 各式各样的洗白文 会怎么样描写 这件事情 到底是会怎么样呢 结果就在1月3号 当天下午 立刻就出来一篇文章 出来一篇文章是什么 出来一篇文章是说 没有啦 大家都误会总统了 总统在31号的 国安高层会议 就决定要发钱了 在元旦当天 也是想要发钱的啦 总统为什么说话说得这么保守 这么保留呢 只是针对于要发6000元 还是发多少钱 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都是要发钱的 没有不发钱 大家都误会了 所以你知道 就是挑战你我的耳朵 跟我们的理解能力 钱要花在刀口上 然后呢 跟第四步行有余力的时候 才发钱 这两件事情在 总统府在1月3号硬拗 不知名的党政人士 出来跟记者放消息 硬拗的时候是说 总统本来就要发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 苏仁昌应该留不住了 因为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人家说 他是头爬到的 蔡英文头上去了 是啊 这就是 你就是爬到蔡英文的头上去了 蔡英文自己 你有你的危机 你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 蔡英文还要干到 2024的520 中间还有一年多 一年多 你可以不干这个行政院长 他这个总统要继续干 他会怕跛脚 你走人就走人 他会怕跛脚 有好康的事情 他会自己不讲 留给你宣布 他就算要留给 留给谁宣布 也会是下一个隔魁 怎么会是你呢 所以对 所以这件事情 就让我觉得 哎呀这个 他走定了 所以苏贞昌是太急了 因为本来想说 那苏贞昌是不是 为了自己的官位 想要说 那我讲说我发6000 那应该是可以保留 我就可以留下来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这个好事是我讲出来的 他盲盲程度 一定有这样主观上面的期待 这也许真的是绑定我下一个隔魁的 这个会期结束之后 我要继续干这个隔魁 因为过完年之后 我规划的啊 我要发啊 我要把这些所有行政的这个程序都完成 这个责任负起来啊 虽然也许主观上面这样 但是后来陆陆续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有一些是在结构上面的事情 有一些是在讯息上的事情 讯息面就是 后来跟政坛传出说 内阁改组的过程当中 征询非常的不顺利嘛 所有蔡英文想要 蔡英文想要在 在2022年大败之后 2023年这个内阁改组 重施顾忌 就是在2018年大败之后的内阁 他把所有派系的人找进来 像当年找了 这个国会林佳龙来当交通部长啊 找了苏贞昌 他过去的这个政敌来当行政院长啊 用这种方式 去把所有的派系再整合起来 但是很多派系的这个 比较有头脸的人物 像是什么林佳龙啊 林佳龙啊甚至郑文灿啊 都谢绝在苏贞昌内阁里面做事啊 因为在苏贞昌内阁里面做事 没有你啊 只有他啊 只有他大家都听他 所以他在征询非常不顺利 在讯息面上面 这样的讯息就出来了 然后在结构面上面 其实我一直一直都觉得 苏贞昌会走的原因是 即便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我都觉得会走 原因是 马上大家都准备要在 赖清德的大旗之下团结啦 那赖清德要拿什么 回报大家的忠诚呢 就是钱跟权啊 结果钱跟权 全部都在苏贞昌手上 你已经掌握了 牢牢地掌握到三年了 那新主子跟新的团队 都没钱没权 他怎么收拢人心 他怎么挑战大选啊 就是这个结构上面 就在展望2024是不可能 让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嘛 赖清德会相信苏贞昌吗 苏贞昌会迁就赖清德吗 所以这一定一山难容二虎嘛 天无二日啊 这个结构是不可能持续的 新的行政院长碰到程度 要嘛就是他没有真大位的可能 他也不会扮演那个绊脚石 旺旺水神抗菌翼 他在呢 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呢 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